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橱黄坑开车约10分钟 可抵达青安豆腐街 豆腐街位在洗水溪与问水溪的汇流处 所以又叫做洗水坑豆腐街 青安豆腐店在非假日时依然营业 老街的手工豆腐口感扎实 是当地的特色 我们点了炸豆腐 干果条 还有小份的煎豆腐 星期五的老街没什么人潮 只有少数摊商 但是现珍的客家田柜 与芋头麻吉 都是真材实料又好吃 11月来此时 已经是大虎草莓开采季节 草莓文化馆就位在大湖观光风景线 神道台三线上 能想象的到的草莓加工农产品 这里应有尽有 有整颗脱水草莓 还有大湖限定的草莓米乖乖 场馆外有现做的草莓口味甜点 草莓双麒麟 新鲜草莓 新鲜草莓杯 和草莓泡芙 想吃点咸食 也有草莓供完汤 加了草莓酒的草莓香肠 不过其实吃不太出来草莓味 不过其实吃不太出来草莓味 前往会在大小皮潭的温泉度假村湖畔花时间 这里旧食叫做山糖窝 水糖的水是大湖农民拿来灌溉使用 右边是温泉区 一进门可以看到一只人气动物叫做阿鹅 都假村一共有五栋建筑 但是相隔有段距离 餐廳一樓有販售利用溫泉釀製的溫泉深啤酒 以及各式的農特產 戶外花園有設置用餐區 鏡頭是心管,每間客房都面向湖鏡 我們入住位在餐廳二樓的湖鏡木屋 房間是挑高設計 門口也有私人小露台 設備很簡單 空氣有些潮濕,但是開了空調便可以解決 浴室空間很大,有雙人浴缸可以在室內泡溫泉 配品和手工香皂也一應俱全 露天湯屋就位在度假村的入口處 櫃台有提供毛巾和飲水 櫃台有提供毛巾和飲水 屋外如歐式花園的泡湯區 空間很寬敞 有大眾石 石頭池 還有兩人三人不同選擇 這裡的泉水屬於碳酸氫鈉泉 也是俗稱的美人湯 泡起來身體會滑滑的 晚餐我們到街上嘗試 在網路上有3.9顆星平價的客家和菜 四菜一湯只要550元 這裡的薑絲大腸要配上這種韭菜蘸醬 還有客家小炒 龍鬚菜 山豬肉 以及福菜肉片湯 夜晚 湖畔花時間相當幽靜 也很有氣氛 我們點了一瓶美女如芸草莓啤酒 口味很像偏甜的比利式啤酒 早晨 準備出發前往馬那邦山 由於時間還早 老闆先幫我們準備了中式早餐 有紅燒豆腐 青菜和炒蛋 一旁還在準備的自助區 有咖啡、熱豆漿和果汁 足夠我們保餐一頓 快點